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Mark 今期来到斗门的湖心路 这个楼盘就是行驭的江山汇楼盘 非常完善的配套 以及非常成熟的楼盘 一期已经交了楼 现在是在卖二期 可以看到这个是二期和一期的中间人行入口 旁边都开了一些便利店 这个是销售中心 销售中心将来都会用到汇所 兼处它是靠着主干路湖心路 湖心路这几年都发展得很快 两边都建了不少楼盘 包括有很多大型发展商在这边 可以继续去拿地 建法 行大 这些都会有的 你见到门口都有巴士站 非常方便 将来如果在考案下车 就可以搭这个巴士 直接可以来到这个楼盘门口 而且这个楼盘也有些优惠的活动 还有一个免息分期 跟大家说这边 首期方面最长是可以分到一个十二个季度 总共三年去免息分期 这个的话我以一个一把十平方 因为会主推一把十平方 首期来讲大概是六十万 六十万的首期分到十二个季度 平均每个季度你只需要付五万元 三个月付五万元 所以你就可以买到一把十平方的户型 非常优惠的副本科识 也是整个湖心路仅有的 一个楼盘可以做到这么低幅度的优惠 主要都要看它楼盘里面的质素是怎样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快点进去了解一下 这个楼盘的质素是怎样 那这样我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行御江新汇的这个楼盘的位置 所谓的位置是这个湖心路的 整个珠海主要是分以这条 珠海大条为界 这条珠海大条分了丁西两部 如果香港那边的朋友来说 都是需要从这边旧区过来 那旧区这边怎么过来呢 现在都是要行这个旧洲大道的了 而这个珠海大道一路过来 才能转到这个今晚立交才能转到上来 这个时间上面大概是35分钟左右 从口按这边过来 那现在你见到的话 其实上面已经剩下一条的香海路 那的话呢 行御江新汇的话 其实正正在这条香海路的落条位 香海路的作用的话 是将这边香州区这边的时间 过来岛门这边的时间 去一个缩短缩减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在珠海大道这条戶下 是非常之塞车的 非常之堵车的 大部分这两边的人的话 来往都是需要走一条大道的 所以来说香海路以后 这边的通车之后 会拉会缩短这边的两边的通勤时间 所以来说的话 这边的潜力是来自这个香海路的 这边来说到区区的价钱 大概是四万元一平方左右 而在这边的均价也是两万元 如果香港的朋友 以后还有多一条选择的 就是走这条港珠海大桥的延长线 延长线的话 也是会在今年年代通车 通车之后 走延长线的话 可以来到这边金湾 来到这边的机场东路 直铲上来就是了 一条直线的 这些时间非常之快 我们就不需要兜兜转转 这边的旧区又塞在这个珠大道 这样时间上就会长很多 然后和大家再说一下这边周边的配套 行与江山区来说的话 它前面有条坑福河 来说这边我刚才过来的话 是经过一个叫嘉和港场 嘉和城港场 这边的大型商业组合体 这个商业已经开业了 已经开业了 然后周边还有一个医疗方面的位置 也有一个同和医院 还有在上面这边的位置 也有一个专医五院的 一个大型的顶级医院 另外这边还规划到一个超级大型的医疗机构 西部中心医疗 是这边的 是了 就是说的话会是一个珠海三甲医院来的 所以的话也都会提供到一个 第一期会提供到一千个床位 第二期的话会提供更多一个床位的 是非常之大型的一个医疗机构 就是在湖心路的对面 然后对面也有一个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的话是一个接近500毫的湿地大型公园 是由这个中协建的一个发展商和这个政府 主要政府去配合起建的 目前已经在建的了 然后我说这边对面也有两间小学和中学 就是这个中心小学和这个白藤湖的中学 这两间的校都是属于这个行鱼江山会的一个学区房 基本上跟大家讲到的位置就是这个 最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鱼盘 因为其实位置大家已经很熟 所以我和大家的镜头转过来这一边 我和大家讲的是一个非常之大型的鱼盘 现在你看到的话 其实总共有四期开发 一期的话已经全部受庆了 蓝色牌上面的话 你看到红仲家的受庆这两个字的全部属于一期的了 已经卖完了 那我们不用想 因为已经入住了 现在卖着的话就是二期 总共有六栋 是的 二期总共有六栋 这六栋的话分别是 十六 十七 十八 以及十五 二十四 以及二十二 这六栋是属于二期的 下面分别就是三期和四期 还未起的 主要和大家讲这边的二期的情况 那二期现在的话呢 十五栋就是一个二十六层高的 那目前十五栋的呢 八十九平方 八十二平方已经是没有过的了 就是后面这两个 一把十平方还有少两个单位 那十六栋的话呢 都是很早期就已经推出来 那目前选择的单位都不多的 那十六栋的话呢 前面是一二 零一零二的话呢 就是属于这个八十二平方的格局的 是三房一部卫生间 后面这两户的话呢 零三零四呢 是南北对楼的 一个一把十平方的一个格局的 大四房两个厕所 那现在主推的话呢 是这个十七栋的单位的 十七栋的单位 总共是两梯四户 三十三层高 前面这两户呢 是八十九平方的 后面这两户零三零四呢 是一把十平方的 四房两位 是了 而且这个十七栋的话呢 是做了一个两梯四户 全屋送这个空调 跟着用了一个进口材料的一个装修设计的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装修的品牌方面 那大家其实都看到了 这个楼盘这么大 它里面的配套位都是不少的 那包括这个一万平方的一个中心户的设计 人工户来的 一万佔备一万平方 那目前的话呢 就已建了有四分之一的了 就是这个四分之一 那后面的话 都会等回三期去建的时候呢 同时建后面那三期的人工户的 是的一万平方 那后的话呢 那现在这边就是用作会所的 那这边为界 这边的话的收入已经完成了 这个会所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售楼部 就已经是完成了 那这一边的话呢 那这一边的话呢 全部的商业已经有些部分商家已经进驻了 在经营中的了 然后这个会所的后面呢 是会有两个泳池的 会有两个泳池的 就是后面 那这两个泳池的话 这个是深水池 一个是儿童游泳池 这个是儿童游泳池 这个是一个深水池来的 那也都配件了有个幼稚园在这一边的 是的 那其实的话呢 有很多本土 岛门的本土人呢 包括在旧城区的人都好 特别是年轻的那一代呢 其实很喜欢买这边的楼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配了有个幼稚园 因为这边年轻的一代的话 它们结婚生仔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面临的学校就是幼稚园 那够近了 所以都是一个比较多年轻一代的人 去选择这个楼盆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事 都是会买到这个楼盆的 是的 除了这边的会所 和泳池 和泳池 有志愿 这边还有一个很大型 一个八万平方的一个 佔地的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 这个是上都时尚百货 上都时尚百货的话呢 在我们一个老城区那边的话呢 就已经是一个大型商场了 是的 这个经营了已经有数十年了 非常之成熟 也都在珠海本土人来说的话呢 非常之多人去这个大型的商场 上都时尚百货去逛街买东西 买东西吃东西的 现在来说 它就进驻了过来这边的 行御江山匯这边的 在这边的 已经是确定了 已经签了合同的了 会进驻的 是的 将来会有些什麽商家进驻 在那边呢 那我们大家来看看这边 这边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这个上都的一个 购物中心 会一个意向的合作品牌 因为其实包括在老城区那边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上都百货 已经是 和这些品牌已经合作了的了 这边都有它的一个介绍 06年已经开业到现在的了 有很多珠海和澳门 这些人过来这边去买的 再和大家讲的话 这个装修品牌 这个行御的话呢 它引进了一些装修品牌 全部是全进口的 包括的话 有一个电梯 日流的电梯 还有这个隔壁的空调 全屋送家送这个空调的 隔壁的空调 还有这个瓷砖 地面的瓷砖 是的 那我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地面的瓷砖 这个瓷砖的话呢 它是一个意大利进口的 这边 是的 那是用这个ICC的瓷砖 由北美那边的 是的 是排前十名的一个品牌 这是意大利的 这边的话呢 就是用了这个 意大利的一个 进口水性的一个油漆 是的 也是目前来讲 比较在内地来讲 比较流行用的 一种环保的一个油漆 它其实它的工序的话呢 就是做了这个 总共是用了三次的一个油漆 首先是墙面 刮灰 鸡线灰 跟着其实它有个底漆 中漆 和最终的面漆 面漆就是我们这种 好像有些水墨性的一个风格 所以等一下上去看示范单位 都会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种 是的 首先它这种材料比较环保 没有夹存 最重要是没有夹存 是的 再跟大家讲一下 房间的话 就是用了这个木地板的 木地板它的工序的话 除了抹了沙障之后 它还会加到一层防潮膜 因为木地板很容易用了 久了之后 很容易会撲起身 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防潮膜的 最终它用了这个 覆核有木的地板 是的 这些我展示了是 林浴洗手间的一个五金 和这个林浴瓶 玻璃是属于钢化玻璃来的 这个都是用了一个浸口的 水龙头和洗手盆 那马桶的话 客房的马桶的话 它就用了这一种 是的 如果主人房那些客房的马桶 用了这种智能的马桶 给大家看看 这种智能的马桶有什么好处 是的 小区也用了一个智能化的小区巡捕系统 包括的话 也会有停车场 可视对港系统 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先进的 整个小区都会有布满室监控的 所以说呢 非常之安全的 那我这边 是的 那这边也有 讲到这个西门子的面板 开关的插座 全部是用了一个西门子的 开关的 所以这种品牌的话呢 就全部都是一个一线大品牌 所以说很多客户的话呢 对于内地精装的交流标准呢 会不会有些什么不放心呢 其实我们这边就是 跟大家去一个分析 将这边的交流品牌 去展示给镜头前的观众 那会令到你们买楼 都会买得放心 是的 那么的话呢 其实再跟大家呢 讲一讲就是 这个楼盘的话呢 是属于一个 即将是现楼的一个状态 是的 那么的话呢 在15栋的话 和16栋这两栋的话 就会在明年的十月份 和年代就会交流的 那现在主推的17栋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后年的 后年的时间 即22年交流的 是的 那么管理费的话呢 是2.6元一平方 2.6元一平方 2.6元一平方 所以这边管理费 都是不贵的 因为它用的是万科物业 万科物业的话呢 是属于这边国内的一个 一级的一个 物业管理公司来的 是的 那么今天 现场也有很多人看楼 现场也看到主推移 就是这两组户型 A、B 89 和110 那么镜头 其实可以过来这边看看 那里面的就是这个泳池了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汇所 那对军看出去就是泳池了 那其实都有一些 那今天星期一 到这个时间段 都会有很多家长 带小朋友过来学游泳 非常 非常之好 好 那么 这样的话 就这边的情况 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 有兴趣的话 朋友记得看我们 那我们现在 再过去小区的内园林 和大家 去一探这个楼盘的一个 现楼的情况是怎么样 和示范单位 ok 那我现在过去吧 哈啰 那我这边的话 就进来这边的内园林 这边了 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位置方面 那红星的话 代表我所在的位置 我现在所在的是 13栋和14栋 这个人行的主入口 那这个小区人车分流 那现在来说 我卖的是15栋 不是16栋 17栋 那现在来说选择比较多 就是17栋 17栋的话 这边是挨住一个小区的主入口 是的 那这边是中间 一个1万平方的人工户 这边开始的话 就是属于1期的 下面这一道的话 就是属于2期的 是的 2期的 2期现在是在卖的 那后边就是3期和4期 还未起 所以现在整个小区 4期包含了之后 非常之大型的 是的 那你不如直接进来 和大家讲一讲内园景 那进来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靓的 一个水帘 福布 那这个楼园林 这边 因为现在看的是1期的 1期的 是非常之高的 1期是 在上一年收了楼 那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圆林绿化 都是永久性的 是非常之靓 是用了东南亚的 一个这样的风格 那边也是 你会看到 入住率都很高的 那边都是属于1期的 就是你会看到浪衫的 那些全都入住的 有些可能没有浪衫 但是如果去到晚黑的时候 这边的灯光 的亮灯率非常之高的 是的 那这边的话 就有个儿童游乐园 的 很小型的儿童游乐园 沿途来说的话 你都会看到 有些行人 会在这出出入入 因为这个小区 都已经入住了 是的 那这边就是1期的情况 和大家大概这样说一下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去示范单位那边 那示范单位的话 是在24栋 那24栋的格局 也是2梯4户 和17栋的户型的间价 是一样的 都是2梯4户 是的 那16栋的话 前面那2户 01和02 就是属于82平方 3房 1个卫生间 那17栋的89平方 就是3房 2个卫生间 那下面那2个 03和04户型 就是110平方 就格局一样 是能不对留的 这边是中心湖的入口 那你见到这些绿色网 这些绿色架 这些 其实属于2期的了 那你见到这边 中间 中间有些 没有了 那个绿色架 那个就是 示范单位 5楼 等下我们再上去看看 那现在呢 先和大家走一走 这个2期大概的一个 圆林设计 那2期的圆林设计 也是一样的 这边走一走 那这边去看看 中心湖的人工湖 1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因为这边的话 入住的位置 大部份是集中在那边 所以这边 水耳其 还未完成 全部的项目 还未完成 所以你见到 这个械子是人工湖的 四分之一 一路延伸去那边 其实是很大的 是的 这个人工湖的话 水深大概有30公分 左右 所以那边不会太深 游泳的话 在那边就没有的 它是扣运汇所那边 2个游泳 刚才也有看到的了 那来说 事不宜迟 现在直接和大家上一上 这个24栋 再和大家指一指 这个是24栋 那栋的话 那栋是16栋 后面24栋 后面那边就有2栋 一栋是17栋和18栋 这个是18栋 这栋的位置是15栋 今天星期一也有人来太楼 是 那这边的话 就临时做了一个 就是风雨连郎的设计 但将来交来是没有的 这个小区就未切到有 这个风雨连郎 那这个大堂 都是做了一个架空的 还有6米架空层高 所以就没有一楼的了 从2楼打上起 这些你见到 这些都是一个装修品牌 里面的牌子 好谢谢 那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 总共两个电梯 暂时开了一个电梯 那我现在直接上去5楼 和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个户型是怎样的 各位观众 那我这边上来 这个实体楼的5楼示范单位 这边是属于22栋的一个示范单位 以12栋 和我们现在卖的15栋 16栋和17栋 其实它的间隔是很类似的 首先我会和大家说 15栋和16栋 17栋 上面的三房间的间隔 会有什么不同 我先和大家说 这边上来 这边就是电梯 左手 左右两边就是电梯口 这边这两栋 这两栋就是89平方 这两栋只有89平方 这一边是属于01栋 这边是属于02栋 01栋是偏东边 带位其实没有完全偏东 因为其实它的潮行 是全部潮正南的 首先进来 我们看到这边的门 也是一个高级木门 战能门锁 这个都是属于交纳标准 然后左手边 这边也会有鞋柜 就是这些 进来和大家再说一说 因为这个行御光生会 它的交纳标准 材料都是用进口的 交纳标准是相当之高的 也都是有质量保证的 首先你看回这个场面 场面的话 在下面也和大家有介绍过 就是这个场面 用了一个意大利的进口 一个环保水质性的一个场面 这个它是比那些龟组泥 和普通的那些立光漆 是要更加高级的 而且这些场面的架帕 如果骚髒了 有什么垃圾 用手 用一些湿的毛巾 直接一抹就掉了 而且会耐垃圾 有防潮 最重要是环保 没有夹存 那我们来看看厨房这边 厨房这边 首先这些按针 和用了西门纸的一个开关 这些都是进口的 这边是厨房的空间 89平方 89平方 这个户型的话 厨房来说略显 有少少轻微的局促 但是也没有问题 起码它配了一个枪给你 一个枪给你 洗手盆的话是单盆的 但是它这个水龙头 都是用了一个意大利卡斯的品牌 大家可以看看 然后这边 这个造台 和这个消毒柜 都是用了西奔牙的进口品牌 包括这个七楼远机 其实是三件套 都是同一个品牌 然后这边的厨房 就是用了一个澳洲的一个品牌 这些都是进口产品 将来这边的膠楼 还有一个烫门 这个户型有一个缺点 就不好 就是哪里呢 冰箱位 你看到厨房没有冰箱位置 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在这边 到时交流标准的位置 都有一个套位在哪里 冰箱位置 应该就会放在这边 发展商的想法 就是放在这边 到时也会有这样的转角 交流标准会有这样的转角 但没有做了包边 贴边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写着 非交付标准 这边的话 就是饭厅这边的空间 我们今天拍摄的话 就是礼拜一的 都有人过来看楼 因为这个盘的位置 都深受本地客的一个清乃 看一看 这个开间的话 是3.8米的 客清的开间是3.8米 又是二次了 这个阳阳台 二次都是3.8米的开间 那么的话 这个阔度的话 这里的阔度是1.5米 1.5米的阔度 而且阳阳台是半阵送面積 一半是介入去89平均里面 一半是没有介入去的 那么 镜头过来 大家看这边的内园景 那么你可以看到 对面其实就是属于一旗来的 早前交付了 已经入住了 那么我们就不管了 主要是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内园景的 圆南风格 是用了一个东南亚 一个这样的风情的风格 那么下面呢 就是这个人工湖 那么这个呢 只是人工湖的一小部分 那么其实都在后边还有的 稍后呢 我们还看回另外一个 一个固形 110平方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湖 其实是延效到后边 一路很大的 是的 OK 那么再来看看 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配置 是怎样的 那么这边是一条走廊 那么西门寺这些开关 那么其实还配了一个走廊灯 感应灯 走廊感应灯 你马上一刻 如果出来 上洗手间的话 都不怕 那么这边的话 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 来的 你说这个开关 就有一些 不算是很阔 但是说这边的位 都是交话标准的 包括这个对器下边的达里舍 还有呢 这边西门德华 就没有做了这个 林玉萍 到时候有个堂门 在这边 任何堂门 是林玉萍这样开的 那么这个都是用了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信口品牌 是的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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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这边的东西 都没有做的 但是将来交话标准 都会有这个东西在 是的 这个马桶 也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包括这些 这些 都是同一个品牌的 是的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 室内花圆的保健 那其实的话 到时交楼都会帮你封闭这些窗 那的话 交楼就没有这些 櫃 没有的 那地板 都是用这种地板的 木地板 真是纯木地板 那的话 这边是送一半的面积 那这边的面积 那这边的面积大概 就有 7.7个平方左右 是的 也就是说 这边有3.5个平方 是送给你的 那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间客房 那其实那边是有一个 飘窗位的 那这个做了一个定制 将床 拍进去的飘窗位 利用了 所以说 这边这间房的话 其实 你看到的空间 都可以的 那这边是主人房 那主人房的话 是有一个套间的 所以89平方 是两个洗手间 但是其实82平方 是第一个洗手间 那 是的 那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交楼标准 那这个马桶 就是一个智能马桶 那会和那个公共洗手间 会有所不同 这个呢 属于智能马桶的设计 是的 那包括 连这些花札 都是意大利的进口品牌 那厨柜这边都做得 拉得很长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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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面 是的 但是你石的石面 都做了的 都很贵的 因为呢 其实它要做切割的 所以说呢 在人工费上面都会加了很多的 那这边是主人房的空间 是的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收藏了的空间 就是这个是衣柜来的 这个是衣柜来的 都很深的 那这些衣服呢 这样放置其实都不仅仅斜住这样的 打准 就这样都 吸得起了 上面还有 所以这个储存空间很大 大家会感觉 这个好像是收了进去的 其实就不是的 膠柳标准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有一封墙的 墙的话 是来到这一道的 看上面这个就知道 来到这一道 是的 那实际上的话 它这个 这个示茵大家做了这个设计 所以将衣柜这样拍起来 好像陷入式 那当然这个衣柜 对时不是交达标准的 那这个是主人房上面的一个格局 那可以看看 飘窗的话都拉得很长 全面积赠送的 全面积赠送的 全面积赠送 那主人房下面都可以看到 这个人工户的 是的 那这个圆南设计的话 都是的风格上面 因为它已经是 有一期的交付 所以我们现在卖的是二期 二期来说的话 它的人气 还有里面的圆林等等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会完善很多 不像如果你是刚刚新开的那些 那些款刚刚打一期的那些的话 相对来说 你会显得比较冷清 所以其实到了曼哈这边的话 都是灯光辉煌的 是的 那我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户型 那这两户的话呢 就是属于110平方的 首先可以给大家数一数这个交流标准 是的 镜头可以数慢一点 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暂停 可以折平 那旁边这两户的话 就是属于110平方的四房 那来说属于南北对流的户型 那进来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空间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之正的 因为这个空间呢 属于公共空间的 但是呢 这个空间来说 其实可以给你自己去一个使用的 它们可以整个一个很小的鞋架 或者你有一些单车可以停在这里摆到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将来会有个门的 属于走火通道 是的 那所以对面的话 都是一模一样 会有相对应的这样的设置 那我们这边是属于03户 从这里才开始 才是你110平方的一个入户门 一边 这边可以进来之后 或者会有个入户花园 那入户花园的话 那你都见到 不介面积 是的 所以的话 都是一半面积 都是送进去的 那里面来说这边的话 你都见到这里 其实不是交易标准的 不是交易标准的 这些是没有的 但是你将来可以 好像要这样做一个 做一张椅子 坐在这里 脱鞋 然后放进去 然后才进去你的家 是的 非常之正 那从这里开始的话 就会有个入户大门 是的 所以说 这里是完全有两个空间 可以给你用的 一个是属于你家里面的范围 另外一个 就是属于公共位置的范围 两个空间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说这个范围的话 真正是正在这里 那当然 不单止一个点的 还有很多点 给大家讲一下 那这边是南北被楼 总共有两个阳台 两个阳台 是的 那这边的交流标准 非常之高的 那镜头数一数 上面这些吊顶 到时做的交流标准 的吊顶 就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非常之漂亮 这个吊顶 那这阵灯 当然就不是交流标准 而且它的吊顶 做了一样东西 就是 因为这里的户型 全屋是送空调的 它空调都做了进去的了 做了在吊顶里面的了 所以你见到有些风效在这里 而且还做了一个窗帘盒 在这里 所以将围装的窗帘 又好像它这样隐身在里面 就很压观的了 那顺便来看一下这边的主阳台 整个客厅的开间是4米的 阳台开间也是4米的 宽度是1.5米的 是的 那景观方面的话 其实除了可以正面看到人工户 其实打斜外面的话 都见到我们未来的一个 三期和四期的储备用地 是的 将来三期四期还会在后面 继续升上去的 所以这个小区其实名气 可能大家没有怎么听过 不算很大 发展商名气 但是呢 其实它的实力呢 都是不容小看的 是的 那再来看这边饭厅了 饭厅这边的话呢 厨房一出来就是饭厅 饭厅其实空间是够的 放个六人画都可以 那这边的就是厨房 厨房将来家里都会有这个烫门 那进来之后的话 其实这里的户型就会好一点 因为这边留了个冰箱位 可以放箱门的冰箱 冰箱的 是的 插座就是放在这边的 那当然你见到这些都是交纳标准 还有这些按针 这些按针都是很好的 因为之前我有些视频我都说过 就是如果插着电饭煲 如果你经常拔来拔去 就会很麻烦 直接按针 然后就断了电了 很好 是的 这边都是交纳标准来的 有窗 还有进口的水龙头 双盘设计 那这边就是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是2.9米的 对阵的话 看回一个内园林的设计 看内园林设计 非常之好 这样的话 而且对面那边 你见到到时 政府的配件的话 规划就是 那边会建一间小学 还有商业 还有养老院 这些配套设计在内团 ok 那这边再来看看 房间的格局 同样都配了 有这一个走廊的感应灯 对了 那这边是对于公共洗手间的 那我就不进去了 因为可以给大家看看 更加多的一个空间感 如果我进去的话 可能会遮住我一点点 对了 那这边的话 你见到 这边怎么会有柜柜在 是的 但它写着非交纳标准 将来会不会不是这样呢 那我跟你说了 那在交纳的时候 这边是会留了一个套位进去的 有一个套位进去的 但是呢 没有衣柜 有一个套位在这里 那套位就是 给你去做一个 订造的一个衣柜 到时可以根据 那个设计师 或者那些 木工设计师 都可以帮你去 凌身订造一个 衣柜 那这一边的话 就是一个客房了 那些飘窗位 都是拉得很长的 那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 这里的户型 全屋送空调 房间的空调 都包进去的了 那这边的话 也是一间小房的 儿童房 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飘窗位的 那这边的话 是一个书房的设计 那其实这边的话 是属于部件一个阳台的 那这边也是送一半面积 那这个阳台的彩光也是很漂亮的 那再来看看这个主人房了 那主人房进来的话 那这边是洗手间 包括你见到的地板 都是交代表准的 那这边是洗手间 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 兼斥的话 这边也是有个智能码筒的 智能码筒 这边也会有一个 淋浴瓶的 可以这样开的 这个特殊交代表准之一 那主人房这边的 这柜的话 这里是没有的 实际的话 这里是 你见到我敲了声就知道 其实是木 来的 那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做了一个这样的衣柜 其实是一个订造的 是的 所以的话 就好像藏在里面 就很漂亮了 都很大 最重要的是很高 拿一张椅子 拿人工梯才可以上去 是的 下面还有些小柜 这个主人房的设计 两边都有墙头柜 都放得到的了 你放一张两米的床 都绝绝有余的了 所以我见到 这里还留了一些空间出来 所以证明 这个主人房的空间 其实是足够的 可以给你一个空间 拉这个门出来 这边的话 就是拉得很长的 一个飘昌 面积是全部赠送的 全部赠送的 全部赠送 景观方面的话 就非常非常之美 是的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联络我们 因为现在的话 17栋房源 和我们现在看市运单 房源的格局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的话 现在有的消息 和大家说的话 就是17栋 现在推出了很多 特价单位 即是口价特价 是的 是会比之前看的 房源的话 是便宜的 有十几二十万 都有的房源 所以说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 以及联络我们 这边的话 除了可以做正常的 硬帐 按揭 还可以做到澳门的 公行直贷 利息的话 是3.25利息 所以的话 非常之 优质的盘 加上它这个楼盘的话 我觉得它是有几个 亮点的 首先的话 就是第一 它的交化标准 非常之高 你看到 全屋空调 检测 全屋都是进口的一个材料 无论从地砖 门 墙 墙 甚至乎 水龙头 这些全是用的进口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它这个户型的设计上面 都是非常之 非常之好 设定这个110平方的位置 是最好 最理想的 如果我觉得有预算充足的朋友 的话 可以多些去考虑一个110平方的南北对流 户型方面设计 第三个的话 就是这个澳门牙堂直贷 是直造工行的 利息的话是3厘 基本上现在来说 好像这些这样住宅的话 其实很少做到澳门 或者香港那边的银行贷款 利息来说 内地利息 现在去到5厘左右的利息利率 澳门的公行的利息是3厘 所以说 相差左右2厘的利息 所以说这个楼盘 在贷款方面 都是相比其他楼盘有这个优势的 而且第四个就是 现在17度的话 我们是直接推出了一些特价单位 所以说 亦都是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低价 低买入货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镜头前的观众 看到我们这条视频的话 就立即找我们 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这个 中居地产的探访频道 这期的话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